台灣的生技股王浩鼎公司 日前公布的新藥解盲效果不如預期 先前導致股價下跌 連吞四根跌停 市值蒸發高達了372億元 而且其中有大量的空單被檢舉 疑似涉及了內線交易 因此市林地檢署一號分案 交由重金專組調查 檢榜指出一名投資人發現 在浩鼎公布的解盲結果前一周 單日的借券數量高達了7,434張 因此懷疑有人事先得知了解盲結果 趁機放空大專一筆 而這項指控如果屬實的話 依照證交法最終可以處以10年徒刑 而且得病科罰金最高新台幣2億元